快要農曆過年了 新北市熱心關懷協會和金馬影后 人稱國民阿嬤的陳淑芳女士 一起攜手致贈200張 面額1000元 總金額20萬元的 協全家福協品兌換券 給基隆市政府 由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 代表基隆市長謝國良收下 透過社會處再轉贈給有需要的 基隆市若氏兒哨 兌換新鞋子和相關用品 全家福跟我們配合 已經非常久了 那我們跟三星人士募款800元 全家福給我們1000塊的兌換券 那我們用兌換券來講的話 對小朋友也是非常的有幫助 就是小朋友可以拿他的鞋券 去到全家福 他可以想換他喜歡的鞋子 比如說這個鞋子 假設是699 他又多了300多塊 他可以再買其他的東西 只要全家福有賣的東西 他都可以去選購 其實我們等同給他1000塊現金這樣子 不要說現在的那個20萬 以後如果我們真的有能力 我們可以做更多 我也希望說能夠有更多的小孩子 能夠照顧更多的小孩子 能夠有這樣子的鞋子可以穿 這個真的是這是我們的心願 也很感謝我們的蘇芳姐 真的 他真的是很勉強 祝我們這個協會 有了他我們協會真的倍增光彩 不管是怎麼樣 總是讓這些小朋友這樣過年也好 不是過年也好 他們這個鞋子 他們一定會感恩前人照顧我們 他們這樣能長大 我都希望說這樣能長大 你們一定要懂得賺一點錢 比如說賺100塊 你朋友100塊的錢花掉 花個50塊好了 你如果30塊幹嘛 30塊就是 有人需要捐助的時候 你一定要幫忙 那20塊幹嘛 20塊比如說 你以後有一點想吃什麼東西 你可買10塊錢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大家不要手心向上 一定要手心向下 手心向下的幫助人 非常非常的好 新北市熱心關懷協會 和陳淑芳女士 這份熱心公益的愛心 也受到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 以及基隆市政府社會處長 楊玉欣的由衷感謝 我相信今天這樣擺設 基隆有很多的小朋友 他們拿回去了 也一樣跟我開心的 放在那邊想說 我馬上在過年時間 可以穿到了 真的非常謝謝你們 想到很多的人 這麼多錢 可以買到很多的鞋子 可以跟我 當時小時候 有一樣的心情 必須很感激你們 你們的愛心是很珍貴的 再一次代表謝國良市長 他真的很抱歉 因為他今天很多活動 他希望一定要來參加 他說非常謝謝 很多人是靠獲取 來維持生存 但是在座的各位 是靠付出 來開創你自己的人生 以及為我們這些弱勢兒童 開創他們未來美好的人生 再一次的感謝 謝謝 副市長邱佩玲希望孩子們 穿上新鞋 可以踏出自信 走出屬於自己的希望道路 未來繼續傳承這份愛的力量 為社會帶來更多的愛與溫暖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先從不知實施 然後再次找出 去做屬於最好 你 不在座的旅行 我們現在的座的旅行